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又稍微变化复杂一些 因为有些东西它没有class 或者它可能没有一个标签 那怎么办 你就要想办法 要不就抓前面的抓后面 再去把里面的东西爬出来 所以下一个范例可能又会更稍微变化一下 所以下一题的话 我是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雅虎上面的焦点新闻标题 跟他的网址 跟刚刚那题蛮像的 但是我要怎么抓 所以请各位到雅虎里面的话 这边不是有个焦点新闻 焦点在这里 那当然第一个 什么交掌下令华航说出黑意思 然后呢 结果出炉 这些啦 我希望得到这个 这个标题 跟他的超连接按右键 什么呢 右键里面有复制连接 以前的话如果你要做这件事你要手动 但现在我不要手动 我是希望用Python一下子全部方法全部抓 抓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 把它做出一个固定SOP 一先打开这个网站 二的话按右键怎么样 先检查嘛 你不要傻傻的还去看什么 看按右键然后去看这个网页的原始码 有没有哇一堆 不过我之前我有看过有个老师在上课 就是真的就看原始码 然后再去找里面的东西 我是觉得 他可能不知道有这么好用的功能吧 按右键有没有 检查 好 在检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征 哪些特征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哎 我要的东西是在哪里 在一个span 所以特别注意 class在这里 span 所以我要的是span的class 这个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span 但是有可能会抓到不是要抓的 你可能要是把它排除掉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哎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改一下 哎 那可以把刚刚youtube的 所以其实也不用重写 你把刚刚youtube程式复制不来 稍微当范本 改一下看看 当然理论上 我们直接在上面看 你会发现他这边有一个 这一个焦点新闻 一样这边焦点新闻 按右键嘛 按右键把它检查一下 那你会发现span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span 你会发现span头在这里 span尾在这里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抓它里面 test是OK的 但是抓HREF就不OK 为什么 因为span的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它里面有没有HREF 没有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我用span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当然你可以用span span的class就后面这一串 VTT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有点像填供底 这边如果说用什么 用span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就是把这个后面的名称 把它拿过来 如果你要抓它里面的test 应该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要抓HREF 因为它里面没有HREF 这个东西 它会出现错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先不要HREF 可不可以work 应该是可以work 我看一下 里面的自由 抓出来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 把这个HREF 这个地方加上去的话 然后它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错误 跟你讲说 你要叫我去get这个HREF 可是里面没有啊 那我怎么帮你抓 有没有 所以就会出现错误了 因为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特别需要 像这一题就要变化 你必须要再往它的上一层 它是阶层的 所以这一层的外面 有没有看到有个A 所以一样我们用A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class在哪里 在这里 class可能就不一定是放顺序的 不像刚刚是先class在HREF 那有时候跳着放 不见得按照顺序 所以你要自己稍微找一下 那我们就找哪一个 找这一串 那理论上是可以全部啦 或者说其中一个都可以 可能要稍微试一下 有可能呢 这个这边把它改A 有没有 哪一个标签H 然后哪一个class 把这个贴上就好了 那你可以不用全部 或者是我在云端上是一个 就是其中一个 空白的其中一个 所以我留那个 好像Story的title 这样就OK了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先抓A 然后再去下一层 它会自动去抓到Texter 然后也会抓到HREF 所以再把它print出来 理论上应该就完成了 没有错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抓 还有一些技巧 要知道说怎么去分析 你要抓的位置 如果这一层没有 那你就往上抓 OK 所以后面当然还有其他题 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那除了下载那个什么 Yahoo新闻之外 另外的话后面 还有范例就是什么 ET的对 又更复杂 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就是Google搜寻结果 也可以 你搜寻到的东西也可以把它抓下来 甚至你也可以把抓下来的东西存档都没有问题 存档方式就今天讲那两行 然后再来就是台银的股市等等 OK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先讲到这边 其实后面会越来越难 因为前面上次上课的 还有就是用CSV Jackson XML 那个是比较结构比较单纯 它没有一些什么HTML加什么CSS 但是网页就是很多一堆东西 那我们至少要学会什么 如何找到你的HTML的标签 还有呢 它的CS在哪里 OK 那就可以把网页给爬下来 非常简单 那爬下来的东西 你可以再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把它存起来做整理 OK 所以后续的话呢 请各位回去再试试看 另外好像我们刚开始有发一本书 那本书里面也有讲到爬虫 所以回去的话 你可以参考 但是他写的方法 我是觉得太琐碎了 所以我有些东西都把它简化到简化 简化到比较简单 所以城市会写的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 所以回去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礼拜五嘛 знаете 第一次次参考一下 这东西参考他 两天 两天 整天 整天 整天喔 加油 谢谢 谢谢 2 2